大家好,我是国家经济院的老代演员袁慧琴,梅花奖获得者,第十二届、十三届、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 我觉得因为作为一名政协委员,我们是很感恩的,因为京剧艺术给予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,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名政协委员,我们要真正的担当起你作为一名委员的职责。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都很关注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,还有我们每个院团所面临的一些困难。 那么从十二届政协委员开始,每年都会有提案,有关注戏曲教育的这方面的提案。 比如说我们的五戏演员的医保啊,尤其是在新的时代,这么古老艺术怎么能和我们这个数字文化相融合。 在这方面呢,我也有很多的探索,包括我把我们老旦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戏对话枪拍成了数字电影。 这些年吧,我感到很欣慰。 就是说,大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呢,发挥各自的才智,为国家建言献策。 那么呢,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回复,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呢,就做得很扎实了。 所以他们有的人很不理解,就说,哎呀,你现在你都,这样你都快退休了,你干嘛呀? 我说,即便我退休了,我也要干。 只要是说国家需要,这门事也需要,我就一定要坚持干。 所以我说,我就要努力要去做,要去传承,要去传播。